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小光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Sephora 跟一些drug store买的化妆品 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首先呢,我在Sephora买了一些东西 我最近在Sephora买了一罐Pixi Glow Tonic 然后我已经用了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好的 而且我发觉它,因为这个东西是 Gentle Exfoliates and Brightens Review Healthy Glow Skin for All Skin Type 我发觉它真的有把我的皮肤的颜色平均了 怎么说呢,就是平时可能泛红的地方 好像平时没有化妆的时候 你会发觉某些地方是比较红 有些地方比较暗淡这样子 自从我用了这个东西过后 我发觉,就算平时没有上妆的时候没有化妆 我都会发觉我的脸的色 脸的色调会平均很多 会比较,不会说泛红的地方 不会有很红 或者是那种很暗淡的地方 不会说很暗淡这样子 所以它大致上的脸的颜色平均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功劳 虽然这个东西是蛮贵的 我记得这罐 这样小罐的 100ml好像70多块 我当初以为 我不懂为什么当初我以为这个东西是油来的 就是说护肤油 可是,当我试了过后 我试了,诶,原来不是护肤油啊 因为,我其实不是很排斥用护肤油的 但是,我的皮肤毕竟是油性几股 所以我还是用比较少,有油的东西 可是,当我在Sephora试了这个东西过后 我觉得,诶,可以买 因为那个时候我要买的东西没有货了 所以我就说,今天是这样子 这个,这样多人推就买来试下咯 还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用的 Clinic的这个,3-step skin care的其中一个step 是,这个是,moisturizing gel 这个还没有用的 因为,我在用着其他的护肤品 所以这个就,暂时还没开 然后,另外两样东西呢 就是,我买了Zoeva的眼影盘 这个Zoeva的眼影盘 这个是她的screen queen眼影盘 这个是她的opulence眼影盘 我不懂为什么 我对之前Zoeva出的那个 那个有南瓜色的那个眼影盘 没有什么感兴趣 我最近呢,就喜欢那种有蓝色眼影 或者是,红色眼影的眼影盘 比较有兴趣 所以我就,没有兴趣买那个 他们一系列的,比较早出的 那个cocoa眼影盘 跟那个南瓜色眼影盘 我就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我比较兴趣这个 其实,现在我讲这个sephora的东西呢 其实是分了两次去买的 这个眼影盘是第二次的时候买的 啊,眼影盘的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的 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人讲过这个眼影盘 对,我记得好像没有什么人讲过这个眼影盘 这个是这样子的 啊,这个蓝色好漂亮 我刷色给你们看好了 这个是Hi Chang 它比较不显色的 它比较不显色的 Society figures 我觉得还蛮热肠的 这个是Get Your Glory 这个是红色的 诶,怎么刷到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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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Matte的颜色就没有这么容易上色吧 所以,它其实刷在手指是蛮省的 下一样是叫Imperial 哇,这个比较深 那种有散粉的会比较有颜色 然后过后就是我为了这个颜色 我买这个眼影盘的 这个需要Ko Ino 这种蓝色 这种漂亮 第二行开始是Industrial Fortune 它可能这个没有这么闪 这个比较古铜色 这个比较...很浅的金色 过后是Sense of Movement 它这个比较...深的咖啡 也是古铜色 但是比较深的 它比较带沉 然后Sense of Movement 过后就是Queen for a Day 它这个... 这样子的... 然后过后最后两个颜色 一个是The Only Delight 它这个是紫色 看到吗? 它是有带紫色的... 紫色的亮片 这个颜色是Golden Years 这两个看起来好像很... 一样 但是... 其实可能是刷色的问题 看起来比较像 可是... 在盘子里是这样子的... 刷到不是很漂亮 它其实... 这个眼影盘的颜色 其实都还蛮显色的 而且它这个蓝色 就是最亮眼的 其实... 其他颜色都很... 好像这些颜色 其实都很漂亮 嗯... 这个其实也是很漂亮的 只是... 可能在灯光的关系 看到不是很漂亮 其实在肉眼看... 看起来是很漂亮的 所以... 我还蛮推这个颜色 有颜色 而且我觉得蛮多样化的 有蓝 有紫 有骨头色 有金 比较金 深的... 深的金 浅的金 浅的金 深的橙 浅... 浅... 有点带浅的橙 这样子 然后... 有深浅的颜色 全部都很漂亮 当初是看到这个蓝色 我买它的 而且不负我众望 不负众望 所以还蛮值得的 好 是这样子 接下来的眼影盘 就是这个Screen Queen的眼影盘 这个是... 在马来西亚算是最新出的 一个版本的眼影盘吧 然后... 你们猜对了 里面也是一个蓝色 但是是比较浅的 这个算是比较热肠 对 而且它这个青色好漂亮哦 这个会比较热肠的眼影盘 我觉得... 我觉得... 现在刷射给大家看 这个颜色是比较粉的 粉色的 它叫Hollywood Influence 第二个呢 就是... Demarkable Chameleon 第三个就是叫... Rendless Perfectionist 第五个叫... Best Work Unseen 第五个叫... Best Work Unseen 这个是这样子 颜色是这样子 1...2...3...4...5... Sensory Overload 这个比较茉莉的颜色 这个比较茉莉的颜色 Eye of a painter 这个是... 这个是... 算是银光蓝吧 看到吗 看到吗 然后... 最后两个颜色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Motive 在这里 可是你们没有这么容易感到 因为它是... 比较... 像我的肤色 这样子 它是... 本来是看着有洒 然后最后一个是叫... Transformative Power 这个是比较带赫色 好... 就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 我是觉得那个颜色很漂亮 嗯... 我相信啊 不是各个眼影都刷色 刷得很漂亮 而且我... 觉得有时你在... YouTube还是... 任何影片看到那种刷色 有时... 对我来说 有时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到底是怎么刷色的 嗯... 有时刷色... 好像... 好像你说啊 你看到AA YouTuber 刷色说得很漂亮 可是为什么我在家里的... 我在自己在家里 买到同一个... 眼影盘的时候 刷色 为什么 不能好像他们这样子 刷得这么漂亮 所以... 我觉得... 最主要是... 上了眼睛过后的那个感觉 跟持久度 会... 比较好过你... 拿来刷色... 刷... OK... 现在这个颜色刷了不好看 可能你到时用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 眼影还是靠... 嗯... 持久度跟... 发色度 来... 平衡它 所以... 比较好 嗯... 不是拿来刷色过后的那种感觉 是... 上了眼睛过后 给你的那种... 感觉会... 比较好 因为有时... 嗯... 他刷... 一个YouTuber刷到很好看 可是... 到了我这边的时候 我就说... 诶... 怎么我刷不到 像他们刷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人家刷很好用 但是我觉得不好用 我觉得这样子 对那个眼影是有点不公平的 假如你买了那个东西过后 你觉得... 刷色不好看 可是... 上了眼睛过后 非常漂亮 这样... 你就相信 上了你眼睛过后的那个感觉就好了 嗯... 刷不刷色... 漂亮不漂亮... 还是其次啦 但是... 嗯... 通常我们这里是因为那个刷色漂亮而... 而跑去买 那... 我是觉得这个颜色是... 还... OK 刷色OK 但是我觉得... 我比较喜欢它的... 上... 上在眼睛上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就是我在药妆店 嗯... 去城市嘎店 买的东西 这个... Bioré的... Cleansing Wipes Makeup Cleansing Wipes 这个是因为... 我看到其他YouTuber推荐说... 去除那个... 彩妆很有效 尤其是那个... 很... 很... 难卸除的... 眼睫毛膏 我... 我发觉用这个卸除... Majorica Majorica的那个睫毛膏 是很有用的 可是我发觉... 用这种... Makeup Wipes呢... 是有它好处 可能会出 这个... 牌子... 这个款... 真的... 卸除那个很难卸的睫毛膏 真的很有用 可是... 我... 最近买了一些... Colourpop的... 彩妆 我发觉它有一款的那个... Make... Make Liquid Lipstick 真的很难卸 就算是用这个... 也是... 会留下一些... 嗯... 那个... 口红印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 更容易啦 我其实买这个呢 是... 方便我出去... 的时候... 嗯... 直接用这个来卸妆 然后... 可是我不是很... 赞同... 每天用这个 因为这个呢... 我发觉... 在我身上啦... 嗯... 除了那个... 睫毛膏很好卸之外 就是... 我发觉... 用这种Make Up Wipes哦 因为可能它不是... 它也是... Make Up Wipes 里面... 其实也是... 湿湿的纸巾嘛 可是我发觉那纸巾的水... 可能不够... 它渗透不到皮肤里面... 嗯... 帮我比较深层的卸妆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卸妆液 卸妆油来卸我的妆 因为我发觉我... 连续一个星期用这个的话 我会发觉我的... 脸... 出... 痘痘粉刺 所以我觉得... 这个用来卸眼妆是很好 可是... 我自己本身的话呢... 我不会太... 建议... 啊... 每天都用... 这个东西来卸妆 或者... 任何形式的... makeup wipes 来卸... 长久的妆 就是我... 每个... 每天都用这样子... makeup wipes 来卸妆 我还是比较赞同... 呃... 用... 卸妆油跟卸妆液 卸妆液来卸妆 对... 这个是我自己的皮肤的问题 假如你们用这个...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其实是可以照常用 因为这个真的很好用 嗯... 另外的东西就是这个... April Scene的... Signature Soap Black 这样子的 我还没有用 因为... 我的... Inistry的那个... cleansing foam 要完了 所以我... 买这个来试一下 它有两款 一个是白色 一个是黑色的 白色那个... 柜台小姐说 是会比较... 温和一点点 黑色会比较... 它会比较强一点的... 那个... cleansing... 能力 所以假如... 你是有一点点敏感肌的话 是... 比较... 我建议你去用白色那个洗眼 假如你可以... 复合得来 没有什么问题 嗯... 可能你用完那个过后 你想试比较强一点点的 你就可以买黑色 Loreal的Lash Paradise 这个也是... 超多人推 只是因为我... 刚刚开始用那个... Etude House的Curl Face Mascara 所以我就没有用这个 这个还没开 这一个Loreal的... Lash Styro Smokey 应该是这样的念嘛 这个是黑色来的 它是Loreal Graphite 110 我当初... 买这个的时候 其实是看中... 它好像也是有一个蓝色的 我... 我那个时候买这个的时候 我不懂是... 脑筋有什么问题 我认为这个Graphite Loreal Graphite 是蓝色 那时候我应该没有去试色 就买了这个... 其实它是黑来的 很黑 它真的很黑 可是... 要等这个东西干呢 是... 要一点... 要一点点的时间 而且... 它... 很适合化眼熏妆 因为... 当你涂了一层这样黑的时候 甚至... 你等... 一两秒 然后你就去... 呃... 晕染它 它其实真的很黑 然后它也不会说晕染到... 很难晕染 你看... 其实... 很好推一下的 这个大概是这样子 它就... 算推晕了吧 就... 就来要干完的 可是... 它这个也蛮难卸的 因为... 我试过... 这样子弄了过后 就是... 那个时候我不是放在我手上 我是插在眼睛上 然后... 是有一定的难度卸 呃... 就算是用这个... 刚才我讲的那个... Biori的那一款... 卸妆棉 也是... 有点... 难卸 因为... 那个... 这个... 这个东西呢... 当它晕在眼睛上的时候 它... 它的... 它的显示度太好了 所以... 要用一点时间来... 写 好... 你看... 我现在... 它已经开始干咯 它已经有点难推了 在我... 滑下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开始... 没有什么颜色出来了 所以... 它干起来的时候 其实是很漂亮 Catrice 这个是... Catrice的Nude Illusion Lose Powder 它... 其实... 还蛮好用的 而且... 容量也很多 对... 油性皮肤来说 它... 其实还蛮... 算是... 很... 它是蛮细的 它其实搓一搓 其实都... 都... 很软 通常我会用... 我盖... 这个时候 我搓一搓 在盖子上... 出来的容量 我就会用完盖上的那个容量 通常都不会说太... 呃... 用完这个东西过后 不会说太干 而且它的定粉力 跟定妆力 其实还蛮好的 所以还蛮推荐这个东西 它... 脚肉跟... 假如拿这个东西来 跟那个... Inisfree的 No Sebum Powder 比的话 味道就不会很浓咯 然后... 现在我的皮肤比较... 呃... 但是会比较... 温和 然后... 不会说太干 就算... 你不小心放多了一点点 它也不会弄到你的皮肤太干 可是... Inisfree 那个呢... 还是会有一点点... 所以... Inisfree 那个还是会强一点点的 那... 假如... 你的皮肤不是很干... 的话... 可以用这个... Inisfree 那个假如你的皮肤是... 但是... 当我上完底妆过后放粉... 定妆的话... 你... 放多了过后... 你开始看到你的皮肤有点裂痕的时候啊... 就是说你那个粉太干了... 那... 假如... 你... 觉得... 那个粉... 呃... 你定妆过后... 发觉你的... 底妆开始裂痕的话... 就是说那个定粉... 那个... 你的... 那个... 粉... 定得太多... 还... 或者是... 你的脸太干了... 所以你一定要解决你的... 脸部的问题才... 去想办法换... 粉... 因为我是觉得... 假如你的皮肤是滋润的话... 什么... 用什么... 现在我的皮肤比较... 呃... 滋润过后呢... 我发觉... 其实... 呃... Inisfree 那个还是会... 它的定妆力跟那个细油功能... 还是会比较强一点点的... 这个不是说它不强... 但是会比较... 温和... 然后不会说... 太干... 就算... 你不小心放多了一点点... 它也不会弄到你的皮肤太干... 可是... Inisfree 那个呢... 还是会有一点点... 所以... Inisfree 那个还是会强一点点的... Catrice的 Camouflage Liquid Concealer... 它这个是... 010 Vaseline... 为什么会买它... 因为最近... 眼下的... 黑眼圈... 太多了... 所以我就买它... 然后... 这个... 其实还蛮好用的... 而且它还蛮... 呃... 水润的... 所以... 还蛮适合... 遮黑眼圈... 然后... 通常我遮的话... 都不会看到什么... 所以... 还蛮推荐的... 然后过后就是... Catrice的... Liquid Metal Lasting Cream Eyeshadow... 它... 这个是... Smart... Morph... Smart... Morph... 嗯... 这个C... 好像出了几个颜色... 看到吗... 好漂亮... 这个是... The Daily Dose of Rose... 我建议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最好是... 有打底跟... 要做那个... Base... 因为我发觉... 假如这个... 你用一整天的话... 然后你... 去那种... 比较容易流汗的地方... 或者是... 你是那种... 比较容易流汗的... 它可能会... 脱妆... 然后... 会脱到有点难看... 不过... 我... 用这个的时候... 又不是常常脱妆的哦... 嗯... 好像你在冷气房的话... 是OK的... 然后... 有时候我觉得... 这个也不算是... 很夸张的颜色... 蛮漂亮的... 这个适合... 用手指头来上妆的东西... 这个Catrice的... Liquid Shadow呢... 它是会比... 那个... Colourpop的Supernova... 难卸一点点的... 尤其是... 假如你用是... Water-based的卸妆液的话... 你会发觉... 这个东西是... 难卸过那个Supernova的... Colourpop的Supernova的... 那个... 嗯... 那个... Liquid Shadow呢... 用水冲都冲得掉... 所以... 这个... 会好一点点... 然后... 接下来是... Maybelline的东西... Maybelline呢... 我就买了两个眼线液... 这两个眼线液呢... 一个是Hyper Type Liner... 它是... 这样子的... 它是... 嗯... 我记得台湾... 那边的名字... 好像是叫... 骨折眼线液吧... 然后... 它这个不是刷... 它不是... 毛笔刷头的... 它是那种... Marker型的那一种... 然后... 我觉得它还蛮好用的... 其实... 尤其是... 它... 它折了... 这个部分... 然后... 它画... 眼线的时候是... 还蛮顺的... 嗯... 然后... 在我眼上也不会说... 会远... 呃... 不过... 假如我有时候... 不小心画到... 眼头太浅的话... 或者是... 比较... 眼头那边可能会... 折进去... 眼睛那个部分的话... 它... 可能会比较容易冻到... 呃... 泪水... 的地方... 就会... 脱妆一些些... 另外一支就是... Hyper Sharp... Power Black... 来呢... 就是我现在用着的... 呃... 眼线液... 其实还蛮神的... 而且... 这个... 这个跟... 这个骨折眼界液呢... 其实是... 还蛮好用的... 这个就是... 笔... 笔的刷头... 看起来好像比较深一点... 这个旁边... 这个会比较... 深一点一点... 不过其实... 两个都差不多一样... 黑啦... 这个... 已经出了很久的... Maybelline Color Drop Matte... 它是... 很深的颜色... 它现在有点像... 是我现在擦的这个颜色... 它是这个头的... 然后... 挤一挤... 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呃... 座里有唇妆... 很漂亮...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个我还没有开... 它这个是... Super Stay的 Matte Ink... Liquid... Lip Stay... 然后... 这个是... 80号... Ruler... 应该也是跟这个差不多颜色... 这个可能比较深... 这个是比较... 日常... 这个我就不耍色了... 买了个... Palladio的那个... 呃... 腮红... 它是雾面的... 这个叫... Toasted Apricot... 这个颜色是蛮... 多人推的... 还蛮深... 它是有点带橙的... 一种... 焦了的红色... 一种... 焦了的橙色... 这样子... 它... 所以它叫... Dusted Apricot... 这个持久度跟之前我提过的... Essence 盐... 那个腮红... 是... 一模一样... 这么持久的... 这个... 很明显啊... 不要擦太多... 擦太多的话会变红屁股的... Doreal的那个... Side On Rich... 它这个是... Burgundy Craze... 就是我现在嘴唇的这个颜色... 还蛮漂亮的... 然后... 又是另外一个彩虹... 这个是... Can Make的... 腮红... 它是... 9号... 我很喜欢那种... 我... 我通... 我发觉我的口红会买最深的颜色... 或者是最中间那种很热肠的... 就是这两种颜色... 然后... 连腮红呢... 假如不知道要买哪个颜色... 通常会选... 最深的那一款... 这个就是最深的那一款... 然后也是... 超之久... 这个会比较红一点点... 所以也是不能擦太多... 这个是我晕染的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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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超上色的... 而且... 它... 这个是有点带纸的... 所以我很喜欢... 我觉得... 有... 纸... 偏纸的... 腮红... 会比较... 显... 白...一点... 所以... 这个我也很推荐... CAKE的... powdery skin makeup... 就是... 我现在... 上了粉底... 就是这个... 其实... 其实还蛮好用的... 而且... 它是那种... 假如你的皮肤比较干的话... 不会怎么样出油的话... 你擦这个过后... 你... 就算不定妆... 应该也还OK的... 嗯... 因为... 擦了这个过后... 擦了这个东西... 过后... 你会发觉你的... 皮肤是... 干爽的... 不会说很油... 或者是... 湿湿这样子... 所以... 还蛮推荐用这个的... 嗯... 在SASA呢... 我就买了... 一个粉底... 它这个是... Wet L'Awao的... Photofocus... 它是... Nude Ivory... 它是这种... 刷头... 没有啦... 这个是棒棒这样子的东西... 它... 直接拿来... 擦在脸上... 不过我通常不会擦在脸上... 我直接擦在手背上... 然后过后就... 这样子点来擦... 然后... 这个是很适合热肠砖的... 它是比较... 它的质地是... 比较稀的质地... 嗯... 比较水的... 所以我觉得... 我比较喜欢在... 上班的时候... 才用这个东西... 好像... 平时... 初级的话... 我就... 不会用... 所以... 比较少用这个... 我通常是... 啊... 因为这个也是会比较自然... 它的... 磁装度也ok的... 然后... 它会比较... 水润一点... 因为... 我... 平时是... 比较少接触到... 冷气的... 在家里是比较少吹冷气的... 因为我房间没有冷气机... 但是在... 呃... 公司的话... 因为... 都是开冷气的嘛... 所以我就... 比较喜欢选那种... 比较水润的... 粉底... 这个就是其中一种... 它这个很水润... 然后你茶... 你叠两三成的话... 它也不会说太厚重... 它还是比较水的... 然后... 遮瑕... 可能... 在中等而已... 嗯... 这个我还蛮推的... 可是... 问题是这个的... 色... 色选是比较少的... 它... 在SASA那边好像才有... 那种四款还是五款这样子而已... 所以很少... 而且这个颜色是... 比我的肤色白了一点的... 我最近... 不懂怎么搞的... 呃... 忽然间喜欢上... highlight... 高光... 那种东西... 所以我就买了... 两款高光... 这个是Wed & Wild的Mega Glow... 它是叫... Blossom Glow... 它... 是... 看起来好像很亮的... 可是... 上起来其实... 它看起来很光... 可是... 上在脸上其实是... 偏粉的... 它是... 有点光色感... 但是它不会很夸张... 这个假如你们想要比较自然的...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这个可以买... 然后... 下一样东西... 也是... Wed & Wild的Mega Glow... 这个是... Luminating... palette... 因为它有四个颜色... 然后... 其实这个可以拿... 全部都是... 带... 三粉的... 然后... 假如要打亮的话... 可以用这两个颜色... 这两个... 不是讲不能打亮... 其实也可以... 可以当... 其实假如你混合了全部的话... 可以拿来当... 腮红... 但是... 是偏打亮的腮红... 所以... 其实... 也算很漂亮... 可是... 我觉得... 因为我打亮都是在这一边嘛... 我觉得... 打亮在这边的话... 它也不会说太写毛孔... 所以我蛮喜欢的... 混合了全部东西的... 你看... 它其实... 看不到... 看不到... 其实... 假如你... 我觉得... 假如是混合全部在一起的话... 是比较适合... 那种... 有点亮泽感的... 腮红... 比较常用这两个浅的颜色来打亮... 是那种... 很自然... 可能你看不到的那种打亮... 但是我还蛮喜欢的... 它也不是很多亮片... 它的亮片是那种... 很细很细的... 所以... 不会说... 在皮肤上看到很多那种... 亮亮的东西... 其实我还蛮喜欢的... 这个... 我还没有拿来用过... 这个是维尔华的... Mega Glow Contouring Ballad... 嗯... 可能我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 深了一点... 因为这个... 这样子的颜色... 可是它粉质真的好滑哦... 它粉质真的很滑... 它是有一种... 这个黄色是有点打亮的样子... 打亮的功能的... 所以算是一个... 嗯... Contour一个打亮... 然后最后... 一个... Wet and Wah的东西呢... 就是它的... 眼影盘... 这个是... Wet and Wah Color Icon... Nude Awakening... 的眼影盘... 然后... 我不... 这个我就不刷色了... 我看... 大家都... 刷过很多次... 颜色... 这个... 其实很漂亮... 这个也是很日常的... 除了这两个深的颜色之外... 是... 可能... 你到了晚上的时候... 想要去... Pub还是什么啊... 夜处的话... 你可以拿来用... 就... 加深眼尾... 那边... 然后就会是... 另外一个... 新的眼罩... 所以我还蛮推荐的... 不如刷四一两个... 给你们看... 就刷这个红... 它这个是黑... 是不是很鲜色... 哪里有不值得买的理由... 而且这个又有... 呃... 十个颜色... 所以很值得... 看... 好漂亮... 所以... 是... 值得买的... 假如大家没有眼影盘的话... 想要用... 呃... 想要买这个来试一下的话... 可以买来试... 我记得这个好像是... 40多块而已... 所以... 可以买... 好... 现在影片最后两样东西... The Balm... 这个是... The Balm... 最新出的... Foundation Powder... 然后这个是... Light to Medium的... 是这样子... 它每次... 他们每次出的都是那种复古的... 然后... 这个可能... 对我来说... 深了一点点... 可能可以拿来当... 比较浅的... Contour吧... 不过... 浅浅擦应该也OK... 我会喜欢The Balm的粉... 是因为... 当初... 呃... 我买过他们... 之前的那一款... 就是... 这一款... Sexy Mama... 是... 蛮有空... 它的空... 它的空有功效... 其实还蛮好的... 所以... 我希望这个是... 会是... 很好的功效... 然后... 另外一样... 最后一样东西... 就是... 它的... Battle Up Eyeshadow Stick... 然后... 这个颜色叫... Pinch Hitter... 我觉得我其实很喜欢这种... 紫色... 上来这里... 漂亮...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里结束... 希望大家会喜欢... 然后... 喜欢这个影片的... 记得按赞... 然后... 大家有用过哪一个产品的... 好不好用... 你可以留言... 然后...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